弟弟世界之雾影战婆 第十二集 司马辉在缅北游击队这几年 几乎每天都是滚在刀尖上过日子 他甚至丛林法则是弱肉强食 他稍稍有些手软或是犹豫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此刻他忽然发觉脑后被一口枪口顶住 也无暇多想立刻施展了倒缠头 身子猛地向下一沉 右臂同时向后反抄 不等偷袭之人抠下板击 便早已夹住了对方持枪的手臂 司马辉左肩带伤使不出力气 只好倾其所能顺势用了个头锤 将额头从斜下方向上狠狠顶了过去 正撞到那人的鼻梁鼓上 就听鼻鼓断裂发出了一声闷响 碎鼓当即反刺入脑 那人连哼也没哼一声 顿时软塌塌地倒在了地上 司马辉这几下快得犹如 吐起原路 即使狠辣利落 结果收拾不住 也跟着扑倒在了地上 他唯恐来敌不止一人 连忙就得滚开 随即旋转推拉了 LE步枪的枪机 正在招呼走在前面的罗大海等人隐蔽 却见丛林里钻出了 二十几个全副武装的缅甸人 那伙武装人员 大多是投过 隔金身着黑衣的打扮 手中都端着滑鸡枪 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前面的罗大海三人 看清醒只要司马辉再敢轻举妄动 立刻就会把他们打成风潮 司马辉自知反抗不得 只好走出来器械投降 被人家当场五花大宝 困了个结结实实 司马辉暗暗叫苦 晚没想到深山老林里会遇到敌人 但是看这伙人的武器和服装十分混杂 不会是政府军 野人山这凶险异常的鬼地方 大概只有游击队 劫机犯 运毒者一类的亡命之徒才敢进来 司马辉判断不出这伙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但他也心知肚明 自己杀了对方一个同伴 落在他们手里 必然难逃一死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而正在这时 从那缅甸武装人员后面又走出来六个人 有老的也有年轻的 其中甚至有个体魄高壮的洋人 为首的却是个容颜清丽的年轻女子 看样子也就二十来岁的年纪 她头顶戴着一枚顶配有风静的丛林战斗帽 身穿猎装 古盘之际 英气逼人 显得极其的精明干练 那伙缅甸武装人员 把司马辉四人从里到外搜了一通 把找到的零碎物品 连同卡罗维卡身上所藏的笔记本 都交给了为首的那个女子过目 那女子不动生死的逐一翻看 在看到徐平安所留的笔记本之时 脸上抹过了一丝惊讶的神情 他立刻合上笔记本 低下头看了看倒在地上的死尸 又走到了司马辉进去 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然后开口问道 你们是中国人 怎么穿着人民军的军装 到这缅北深山老林里做什么 在司马辉眼中看来 这女子仿佛是从旧式电影中 走出来的人物 不知是什么来路 可一听对方竟然不知道 缅共人民军里面有数万中国人 即以此事询问 想必是从境外来的 他又听得女子的中文 土字发音清晰标准 绝非后天所学 应该也是个中国人 至少曾经是个中国人 司马辉自己也知道 中国人落在缅甸人堆里 一眼就能被人认出 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心想 看来这件事多半还有回旋的余地 但眼下这不清楚 这伙人和政府军有没有瓜葛 所以并没有答话 只是点了点头 那女子和颜悦色的又问 你怎么不敢说话 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司马辉心中不断盘旋着如何脱身 嘴上只是含含糊糊地应道 我非常地有点紧张 谁知那女子忽然之间面沉似水 哼了一声道 少跟我耍花头 你刚才被我的手下用枪口顶住了后脑 却能在举手逃俗之间就将他杀了 而且当真是杀得干净利落 没有半点拖泥带水 你杀人连一眼都不差 具备如此出类拔萃的身手和心理素质 居然很会有紧张害怕的时候 哼 司马辉心的女子目光莉莉 不好生是一个对付的主 但仍旧狡辩道 我之所以紧张 是因为你离我离得太近了 你站得我尸不开外还好 超过这个距离 我就会觉得不安全 那女子冷冷地瞪了司马辉一眼 我问你什么 你最好老老实实地回答 要不是看你们是中国人 我也不会下令生情活捉 如果我现在把你 交在那些缅甸人的手里 他们肯定会在木桩子上 活剥了你的皮 我想你也应该很清楚 他们很会搞这些折磨人的花样 司马辉满不在乎地说 我罗大海欢迎来搞 搞费从忧 罗大海被人捆倒了 暗倒在地 一直作声不得 此刻听司马辉冒充自己胡说八道 立刻挣扎着破口大骂 司马辉 你小子太他妈 睡着了 你有救救没有啊 我操过你救救 那女子见司马辉和罗大海 根本不把他放在眼中 而且都是油条 问了半天 你问的明明是东 他们偏偏说西 根本别想从这些嘴里打听到半句有用的话 但心中无名火起 就不免动了杀机 一把揪住阿翠的头发 随地刷了一下 抽出了猎刀 寒芒闪出 早就将刀刃 抵在阿翠的镜下 盯着司马辉道 你再跟我胡说八道 我就先一刀割断这姑娘的喉咙 阿翠全无巨色 对那女子说了声 我早就想死了 你 你给我来个痛快吧 然后就闭目待死 一旁的卡尔维克 急得大喊大叫 却被一个缅甸人右脚踩在地上 用枪托罩了脑袋 连倒了几下 顿时砸得是头破血流 罗大海见状 骂不绝口 而司马辉则沉得住气 丝毫不动声色 表面上继续随口敷衍 暗中想要寻找时机挣脱复复处 夺枪至敌 可他私下一看 发现除了二十几个缅甸武装分子之外 以那女子为首的几个人 居然都在身后背了一根金属制成的管子 司马辉拾得这件气形 他有个名目 叫做鸭嘴术 铜体五金打造 鹅蛋粗细 饼部有人臂长短 内藏着三级暗套 可长可短 能够伸缩自如 前面是个瘦头的吞口 从中能吐出铲头式的朔端 朔尖扁平锋利 有点类似于尤方僧人使用的五行方便连环铲 但更为轻巧精致便于携带 是早年间的经典先生挂牌行术之时 用来判断地质条件用的独门工具 可以穿山取土 就连坚硬厚重的岩层也能挖开 如果在荒山野岭上遇着不测 又可以当作兵人来防身 据说以前岭南和关东地区的盗墓贼 也多用它来掘木土 撬棺材 司马会看得真切 不由得心下生疑 看来这伙人并不是政府军派来的追兵 但井水不犯河水 他们怎么偏要跟我们过不去 而且神秘莫测的野人山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角落 山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才值得这伙盗墓贼 如此不顾一切的前来冒险呢 那女子身边有个五十多岁的老者 中等偏瘦的身材 河下留着一座山羊胡子 由头划脑 像是个雪酒模样 他此刻见气氛僵持到了极顶 随时都会学见当场 就急忙出来打了个圆场 先是对司马辉说明了事情经过 他自称姓江 人称江师爷 祖基浙江韶姓 是个自将出身 并介绍那女子姓盛明玉 人称玉飞燕 是他们这伙人打头的首领 江师爷称 他们这伙人是一支考察地理的探险队 想深入野人山腹地 寻找史迪威公路的旧址 先是使用重金 买通了在绵北三角区 很有势力的一位军阀头子 才得以找机会进山 但是苦疑对丛林里的环境不熟 又找不到任路的向导 空在山中转了十多天 也不多结果 刚才探险队在丛林中听到枪声 立刻四散躲避起来 随后就发现了司马辉等人 他们接着四个人身边都带着步枪 而且看上去又像华人 唯恐产生误会 造成不必要的冲突 才会使用偷袭的下策 其实只不过是想要等到 解除了对方武装之后 再商谈正事 不料司马辉下手极狠 超出了他们先前预计 不但没被当场制住 还舍掉了一位兄弟 江师爷惊艳老道 他看出司马辉这种人 是吃软不吃硬 继续劝解他 看阁下 燕含虎恶 乃万里封侯之想 而且身手如此了得 想必不是等闲之辈 真令我等钦佩不一样 像咱们萍水相逢 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 舍掉个崽子 又算得了什么呢 可别为了这件区区小事 商量何期吗 我们只是想问一句 你是不是知道 关于幽灵公路的事情啊 司马辉 却是软硬不吃 油盐不尽 他怎么会轻易相信 这套花言巧语 他不等僵尸爷说完 就突然开口道 你们这伙盗墓的惠子 找野人山里的 使得围公路想做什么 他猜测 玉飞燕这伙人 很可能是盗墓贼 但不知他的目的所在 所以先拿话点一下 问对方是不是惠子 此言一出 盛玉和僵尸爷 都是满脸错误 没想到司马辉 竟然能认出 自己这伙人的来路 心中 居是不胜惊议 忍不住 惊声问道 你怎么知道 司马辉看到 对方的反应 已知自己所料不错 便把目光落 向他们背后 所背着的压嘴术上 嘿嘿冷笑道 哼 五大郎仰王吧 什么人配什么货 声誉 同僵尸爷听得又是一针 二人焦化了一下眼色 僵尸爷就解开了 捆住司马辉的绳索 其余三人 却仍旧是绑着不放 只是把司马辉 请到一旁详谈 眼下双方都有许多事情要问 但谁都没有多说 因为所作所为牵扯甚大 几乎全是暗地里的勾当 更不知对方的底子有多深 自不肯轻易吐露半点风声 这就是陆林中所谓的 三谈三不谈的规矩 遇到这种情形 按航帮各派惯用的方式 由两拨人的首领 当面罗 对面鼓地坐下来 海盘底 这是指使用江湖海底眼中的 纯点暗语来相互盘问 在摸清了底子之后 才可以详谈机密事宜 江师爷在附近找了块 布满青苔的大条石 又找手下喽啰 要来了十八个 行军水壶的盖子 以此来代替茶碗 往里面蒸满了清水 随后按照海底阵法 在石面上依次排开 一十八个茶壶盖 请司马辉和圣玉 分别在两侧 面对面坐下 圣玉为主 李当先做开场 他先将其中两个茶盏 从阵中推出 左手伸出了三指 轻轻按住一只 右手则用四指 点住另外一只 浅笑道 航帮各派 一起为先 三一不二 枝叶同根 司马兄 请先饮此茶 司马辉肩上伤口 隐隐作痛 脑中 就好似有无数 小虫来回爬洞 但是既然到了这个地步 唯有硬撑 他接力打起精神 看了看左右两只胡盖 知道如果随随便便地喝了 就会被对方 当作不懂行的棒取 于是摇头说 在下既非三老 也非四少 不敢在贵老大面前冒昧 生遇见他识的章法 就微微点头 撤回了两只茶碗 重新摆了个椅子 长舌盘问他 请问兄台 镇上挂着什么牌 牌底 写着什么字呀 司马辉知道 圣御师在问自己的出身和来历 便回答道 在家子不敢言父 出外徒不敢言师 贵老大问起 不得不说 镇头挂着椅子牌 牌底是 倒海翻江字 在下姓个西 头顶星足流 身背星足月 脚踩星足汪 圣御一听就明问 原来这司马辉是经典真传 看对方年纪还轻难以轻信 还得再问问他有多大本事 有得过哪些传授 于是问道 还要请教兄台 身上带着什么货 司马辉答道 身上没别的东西 只带着五湖四海半部金刚精 但在下是一脚门里 一脚门外 若有说道说不到的 还望老少爷们多担待 他说完之后心想 别总是你问我呀 我也得问问你呢 就把海底茶碗镇 摆成了二龙出水 盘问圣御道 敢问贵老大 手里撑过几条船 因为司马辉刚才已经知道 圣御一伙人都是盗墓的贼人 所以直接就问他 倒腾过多少古墓中陪葬的名气 圣御也不示弱 打道好说 手中不多不少 胜过九千九百九十九条船 简而言之 他这句话就是说太多了 早已不计其数 司马辉见他好厉害的手段 根本不信 追问道 船上打的是什么旗号啊 因为在民间盗墓的绘子 手段各不相同 受地理环境因素和技术经验所限 大多是分地区形式 河南的不去陕西 关外的不到关内 这句话大一时在问 你们这伙人是在什么地方挖坟包的啊 使得又是哪一路手段呢 圣御回答道 上山得胜旗 下山姓黄旗 初一十五龙凤旗 船头四方大龙旗 船尾九面威风旗 天下之意 是各地皆去 以往历朝历代的古墓虽是到处都有 可平原旷野上的坟包子好挖好拿 却没值钱的东西 拼着性命提心吊胆 费死牛劲 弄个撒瓜俩走的也不值 山林里埋的倒都是帝王将相 明真一宝 应有尽有 可是地宫木道 石壁铁顶暗藏寄托 坚固难成 既不容易找到 也很难轻易打开道洞 但圣鱼自称盗木有树 坟包子不嫌小 山林头肿又不嫌大 只要被他相中 就没有盗绝不成的 司马辉听了这话 可不肯领教 我问你船上有多少板 板上又钉了多少钉 这意思是说 你有什么本事 敢放这么大的花 小心风大 闪了你的舌头 圣鱼神情自若地打道 板有七十二 井岸地上树 钉有三十六 不成天刚阵 就是说 我手下有既懂得风水 方鼠的高人 也有精通地理爆破的专家 这天底下 没有我们做不成的事 司马辉心下不以为然 冷哼一声 又问 有眼无钉的是什么板 有钉无眼的 又是什么板呢 声誉对答如流 有钉无眼是跳板 有眼无钉是风板 同时反问道 你说天上有多少星 司马辉一听 更不服了 心想 就你这两下子 还敢探问我的手段 当即不屑一顾地打道 天上星数不清 前人说是三万六千六 你说你身上几条筋呢 圣鱼见对方 开始还挺规矩 但越说越无礼 忍不住有几分不怒一样没道 身上七条筋 剥皮碗肉巡 你可知道一刀几个洞了 我们就会给你 一刀几分